電視劇通靈少女播出之後 引發熱烈討論 而劇中主角曾有其人 她從小就一仰眼 她在奶嘴時 就已經在聽神問鬼 六歲開始報名牌 十五歲自己開宮廟當仙姑 她的前半生 幾乎都在和鬼神打交道 接下來跟著神秘武說去盡頭 一起來認識 通靈少女劉伯俊的故事 穿髮袍掛佛珠 鳥鳥白煙點點香火 電視劇通靈少女 講述一個具有陰陽眼的高中生 改編至真人真事的劇情 實際的主人翁就是她 劉伯俊 一個從小就能和靈界溝通的女孩 你們說小生看不到柏妍 對啊 她每次都一個人 都有同情講話 好痛喔 看到人就要叫 看到叔叔叫叔叔 看到姊姊叫姊姊 然後我有時候叫就說我很乖 有時候我叫他們就叫我閉嘴 對啊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我的世界多一些不一樣的人 那些所謂不一樣的人 一般大眾稱之為鬼 只有劉伯俊看得到 但小時候他根本分不清 人和鬼的差別 有時候只是坐在客廳 看電視 隨手打個招呼 但這個動作 卻令周遭的朋友們 薄骨悚悚然 因為有些是親戚 你叫得出名字 就比如說 華仲哥哥你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媽媽還說 你不要再這樣講 因為他昨天在醫院過世 然後常常會跟他們抱怨說 家裡有一些看不見的之類的 然後甚至於躲在衣櫥裡面哭 他們都沒有辦法理解 這樣的委屈 一直到了一家人看了這部電影 才化解開來 劇中男孩跟他一樣 看得到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過程不被理解 劉伯俊也只能像電影中的男孩一樣 一個人躲起來偷偷的哭 但因為家人有一次 跟他一起看了這部電影 漸漸的能夠釋懷 還好有那部電影 他們好像有可以稍稍的釋懷說 為什麼我小時候有一些 比較詭異的那個行為 這些好兄弟的存在 對劉伯俊來說 就像空氣一樣自然 只不過怕自己一不小心 又雨出驚人 童年的他 索性把自己封閉起來 一個人玩著伴家家酒 除非有好朋友來找他 當然這些好朋友 使他人看不見 我有時候就會去燒 作業紙 燒金紙 給這些無形的好朋友們這樣子 主要都是他們叫我燒給他們 我就燒給他們吃了 可是後來發現 這樣也不是辦法 零用錢怎麼都拿去買紙錢 就沒有錢買兵了 所以就覺得 後來我就不想理他們 我說你們自己要紙錢 我們自己去廟裡拿 地獄常人的行為 加上陰陽眼的特殊背景 求學的時候受到的委屈 更是一般人 難以想像 他覺得說 你有這樣的朋友很酷 你就會說我後面有什麼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在小時候 童年的時候 是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他是鬼生的吧 不要靠近他 他來了 他來了 趕快 我又是自己一個人 我覺得就會說 不要跟他在一起 如果跟他在一起 常常就會有鬼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我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所謂的臨時的 這個通靈的能力 其實我自己是學著 怎麼跟他相處 夭尼公 電視劇中被霸凌的橋段 是劉伯君的親身經歷 不被同儕接受的通靈人生 卻是劉伯君生活的一部分 幾乎從含著奶嘴的時候 就已經在聽神問鬼 6歲的時候開始報名拍 15歲的時候當起仙姑 青春期的他 下課後去的地方不是補習班 而是公廟 書包一放 有時候連制服都來不及換 就開始替信徒消災解惡 通靈人有時候很會 不小心跨越那個界線 就是說我們只是翻譯 可是你有時候會被 被當作是神明的 所謂的代言人 甚至就是神明本身 幫我叫我來幹嘛 妳要穿得漂亮 妳要約會 忘記了 怎樣 議員的太太出事了 我還在廟裡 臨時出了一點狀況 怎麼了 沒什麼事 但還要再耽誤一下下 他想要跟心儀的人出去約會 然後可是為了在公廟裡面 辦事情然後就不能去 這也是實際真的發生的事情 真的回想起來是覺得很可惜 香灰取代了香水 法袍取代了短裙 甚至約會也被法會取代 起初劉伯君沒有怨言 他相信每一次的通靈 都是在撫慰信徒的心靈 也是扮演著陰陽兩界 中間的橋樑 但是久了他發現 事情越來越複雜 仙虎 妳不要再這麼客氣 看要要多少 做妳講 給大家一個方便嗎 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忙 仙虎 要多少開出來 妳是怕議員付賣出來的時候 以前也會發生過說 通靈有可能一方面沒那麼準確 因為妳無形的就是這樣跟你講的 一方面不準確 也有發生過 我真的就接不到 他就不講話 我沒有辦法回 妳也不能瞎掰一個答案給對方 有時候信徒就會覺得說 妳是騙人 或甚至於是直接跟你說 妳是不是還要更多的錢 妳才願意幫忙 好不容易通上了 但家屬照樣質疑妳 質疑因為答案不是他們想聽的 人家那個喪禮 有人過世了 然後他想要知道有沒有遺言 然後我們去幫忙 結果就說 那時候那個老人家就講說 他只擔心他的小女兒現在還小 然後希望可以好好照顧他這樣子 至少要讓他練到大學畢業這樣 然後家屬就翻臉了 他就說我亂講對不對 神棍你亂講什麼事 聽到這些責難 劉伯君的心理自然不好受 一開始以為自己是不是找錯了亡靈 但後來才曉得他說的沒有錯 只不過這些家屬 最不想面對的是事實 我要離開的時候 才有家屬偷偷的把我叫下來 他說其實有 只是因為現在在打官司 因為那是小三生的 然後他們不想承認那個小孩 就是想要就是 不想承認江東梅這件事情 可是我卻在 大家都在的場合把他縮破 所以家屬有點不高興 最恐怖 最複雜的反而是人 這樣的衝擊 讓劉伯君開始審思 通靈真的是在助人嗎 或者是讓人陷入迷信的冤手 誤以為通靈就是神仙 過分的依賴 如果這個無形的 他不會算命 他不會開藥單 人也不會 那是他們厲害 不是我們厲害 我們只是一個媒介 我們只是一個翻譯者而已這樣子 劉伯君相信無形的世界 卻不相信 不努力 單靠燒香拜拜 就能改變人生 當他發現 在宮廟裡的那些氛圍 根本沒有辦法叫人家不要迷信 26歲那一年 他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宮廟 28歲憑著自己的努力 當上了一位棒球女性主嬸 而現在的他 更是慈善機構的志工 脫去了髮袍 換上了義工服 劉伯君從仙姑變成了普通人 唯一沒變的 是他駐人的初衷